赤诈金曲公信榜 赤诈乐坛 全民公信 超级面对面 赤诈巨星会 全力出击 积极音乐力量 尖叫 永不停止 绽放时尚魅力 赤诈金曲公信榜 赤诈乐坛 全民公信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赤诈金曲榜 这里是明星面对面 那坐在我身边呢 就是今天来做客的林雨忠 来林雨忠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你好 哈喽大家好 我是林雨忠 那我知道雨忠前不久 也出了自己的新专辑新娘啊 那简单为大家介绍一下新娘这张专辑 新娘是在去年的年底 年中年中的时候发行的 到现在其实已经一段时间了 那其实新娘 这张专辑是在 新娘就是一个代表嘛 是一个生命中你追求的一个象征 就是所谓你所追求的事物 好像人啊追求的工作啊 追求的一种生活啊 都用新娘来做代表 因为新娘我觉得是一种美好的一种 一种你向往的一种方向 一种人生目标 所以你给这张专辑取名叫新娘是不是 对因为专辑里面的这个歌曲 其实都有很多都是在讲生命 在讲你人生当中追求的东西 比如说里面有爱情里面有有亲情 然后里面还有就是就是生命 还有就是像环保的东西都是我们很生活化 好大气的主题啊 那里面有一首叫路过的新娘非常好听 你看现场这么多歌迷是不是想跟歌迷唱两句呢 路过的新娘 可以啊 可以 那就轻唱一小段 好好好 轻唱一段 我不该当你是新娘 这条路不去教堂 现在我也不会躺在路旁 看着你转弯 我不该当你是新娘 怎会有未来可奖 你只是走累了 借我肩膀 仅仅是这样 哇 太好听了 简直是跟唱片里面一模一样 那我知道除了发新专辑之外呢 雨中还参与一些影视作品 比如说行叉踏做的拍摄之类的 比如说跟我们这个台湾天后温兰 还有马来西亚的小生戴阳天一起合作的 对不对 拍戏中有没有什么趣事要跟大家分享呢 拍戏 就刚你说那部电影是那个 行叉踏错 然后也是我的第一部电影 然后在里面我是演一个小贩 好不好玩拍电影 很好玩啊 尤其是你知道我演 你知道我小贩卖什么吗 卖什么 我是卖女生的内衣 真的呀 那很有挑战吧 对 所以我现在很有研究 你是对你 导演对你凶不凶 导演不会啊 导演人很好 导演是由达志导演 一个香港导演 对导演人非常好 那第一次拍戏有没有什么困难 呃第一次拍戏哦 第一次拍戏 其实我之前 没有啦 我之前有拍过电视剧 对这次已经不是第一次拍 而且那个导演是之前都合作过的 嗯 然后所以其实默契还蛮 还蛮够的 啊那我知道宇宙平时性格比较内向 那跟剧中演员相处起来怎么样呢 呃还不错 大家都比较慢 因为其实拍戏一个月的时间 大家慢慢的就会比较熟起来 嗯嗯 对一开始都不讲话嘛 哈哈哈哈 到后面就慢慢就比较多话讲 然后就是游玩起来这样子 那像那个宇宙生活中有什么兴趣爱好 比如说想出去玩打球之类的有没有 呃现在是游泳比较多 游泳 游泳 然后看得出来你把身体练得很好 呃还好 就现在其实没有以前好 以前还比较好 嗯 现在是游泳 然后有空 有空的时候都会做 呃音乐 写歌 啊 都比较宅啦 都会在家里 在家里的活动比较多 啊那你休闲的方式就是写歌 写歌 听歌 看电影 看电视 还是出门看电影 什么跟朋友碰一下 还是会的 哦还是会 那我知道雨中之前是给很多天王天后写歌的 那现在自己走到台前了 你有什么感觉 是不是想进军演艺圈了 怎么会从幕后走到台前的 呃因为 呃就自己也蛮爱唱的啦 然后现在是开始在影视上会比较放多点时间这样子 嗯 但是还是会在台前做一些音乐是吗 呃还是会 那个音乐还是继续会做 像这张新娘的专辑 已经扩别很久了嘛 那你接下来什么时候准备发你的新专辑呢 最快 啊 也是要年底吧 我看 嗯 因为现在都还没有开始做 现在 年底有点 有点小困难 所以 现在还在看啦 现在在写歌收歌的这个 的那个阶段 那你准备在新专辑里加入什么样新的音乐元素呢 呃不晓得 透露一点点 还在想 现在还在想 在出品 那有没有一个大概的概念 都有可能啦 可能这张 这张新专辑的朋友很期待哦 其实那个 上一张专辑 那个新娘其实有一点悲啦 那这张专辑我想说是可以 可能不要太悲 可以再开心一点 搞不好写一些儿歌啊 你看 这个录影棚里面就很可爱 看得起来 看在里面就很想写儿歌啊 啊真的呀 那下张六周的专辑里就会有儿歌啊 你可能会爆炸新的新闻 什么都有 我的意思是什么都有可能 对 什么都有可能 留一个悬念给大家是吗 对对对 可能会加入新的演员书 因为我每一张专辑 其实都有不同的东西出现 那像雨中喜欢什么类型的歌曲呢 我自己比较喜欢 嗯 另类摇滚 我听很多另类摇滚的东西 然后轻摇滚 然后还有就是 那当然抒情 R&B这些东西还是会听 国外的歌曲比较多 好文艺青年啊 那我想问一下 那你去KTV的时候 平时都会点谁的歌呢 哈哈哈哈 呃 除了自己的之外 自己都是别人点给自己唱 有没有 啊 自己点都会 就是唱给所有的朋友听啊 有些 很多人都会点 看我在那边 就会点我的歌 在朋友面前 唱这个很奇怪啊 我就想要你们听CD就好了 哈哈哈哈 那除了自己的歌 还会点一些谁的歌 来唱唱看呢 自己以前喜欢听的歌啦 比如说 呃 呃 都会有 都会有 像好朋友的歌啊 呃 俊杰的歌啊 杜的歌啊 等等的 对 都会唱 然后之前 呃 之前自己喜欢的歌手啊 中华健啊 张学友啊 陈奕迅啊 这些都会点啊 这些都会点 都会点的 那我想问一下呢 看现在 现在现场这么多的歌迷 那歌迷在你心中 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 呃 呃 英雄吧 我觉得 英雄啊 这英雄怎么讲 来跟大家讲一下 没有 你们觉得歌迷都是牺牲自己 燃烧别人吗 是哦 对啊 所以不是英雄 那就是英雄啊 就牺牲自己燃烧 但是作为你的歌迷来说 喜欢你作为 他们心中最大的安慰 比如说他们可能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啊 然后听你的歌 心里就马上就释怀了 对 所以我也燃烧自己 我觉得应该是你是歌迷中的英雄 但歌迷是你的朋友 所以我也燃烧自己 照亮他们 对对对对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 呃 呃 很欣慰啦 就是 呃 有一般 呃 一直以来都支持自己的歌迷啦 然后就是觉得 呃 他们 辛苦了 然后他们也是 还蛮受委屈的 因为 我不像 我算比较属于比较低调的歌手啦 就也不常上 部落格啊 也 我也微微博啦 最近会比较常上啊 之前也都很少上 然后就是 歌迷交流一下 然后告诉大家你的近况是吗 对 Facebook啊 微博都 其实我都有 其实比较少上 所以歌迷其实都 很少可以知道我的近况啊 或者我的最新消息啊 嗯嗯 对 所以呃 对啊 当我的歌迷其实他们都 还蛮可怜的 可是我 当然我承诺会 做好自己的本分 给他们呈现最好的 所有的表演啊 所有的这个 呃 作品啊 都会给他们最好的啦 我觉得这个是对 我觉得你做出来好的音乐 就是他们最好的礼物了 对对对 我也是想想 像平时你压力这么大 你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压呢 嘿 都是看电影吧 看电影 看电影就能解压 看电影 看联系剧 那你喜欢什么什么类型的电影 比如说悲伤的啊 韩国的啊 美国的大片啊 你喜欢什么样的电影 当我工作很多都是 工作很多的时候都是选大片 大片 因为看了才不会睡着 哦 这种惊心动魄的那种场面 对对对 因为我怕如果我异片那些 那些片子 我搞不好看了一半 你可能会睡着 如果是 如果那时候很累的话 嗯 那其实有的时候 我在跑通告的时候 我都会看 连续剧 对 那最近有没有看什么大片 电话什么里面 然后就这样子看 那最近有什么大片 跟大家分享 你看过的比较好看的 最近我只看了一部 我只看了那个 The Power of Caribbean 那个 加勒海盗 加勒比海盗 加勒比海盗 哦 你觉得很震撼 很好看是吗 因为我前面两部都有看 这个第三期的就一定要看 而且Johnny Depp 其实是 也算是一个 我的偶像啦 所以我蛮欣赏他的演技的 哦 那接下来呢 雨忠有这一年 有什么样的计划 跟大家说一下吧 今年哦 就是我现在在这里 然后就是 我现在还在拍着另外一部电影 然后就是 呃 之后我会到新加坡去参加 呃 我的前公司 海叠的一个 一个周年庆 然后之后会 回到马来西亚去 继续拍 呃 我一部电影 还有一个 一个电视剧 之后就会 就去到台湾 就筹备专辑 这样子 对 筹备自己的新专辑是吗 对对对 是 那来了北京已经这么多天了 那接下来在北京有什么宣传活动 有歌迷可以跟随你的脚步呢 呃 我近期都是 呃 来 暖一暖身啦 因为很久没有 在这里上节目了 然后 就是来上 来跟他见个面 对 来见个面 上一些节目 然后就是 同时有 呃 会 有一个记者会 然后就是因为 自己搞了一个工作室 在北京搞了一个工作室 然后就是 呃 过外宣传一下 这样子 哎 那你有没有想过 就是什么时候开一个 在北京开一个 自己个人的演唱会呢 呃 好啊 那你要投资 你要投资吗 哦 我可以考虑一下 我可以帮你找人投资吗 对不对 哦 好啊 可以啊 可以啊 如果是大家反应好的话 当然我也希望 我相信大家很期待了 因为你的歌 我觉得还挺震撼人心的 就比如说 我心情郁闷的时候啊 听你的歌 我觉得挺放松的 就更郁闷 也没有 我觉得挺放松的 那我想 接下来林雨中 也有很多很多的计划 那我们也期待林雨中呢 带给我们更多的作品 也非常感谢你今天来 我们的演播室 做客 谢谢 在这里呢 跟大家说先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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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